文件 根據環保處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 膠袋收費計劃落實的首年 膠袋總氣質量下跌25% 不過其後幾年有回升的趨勢 處方建議將膠袋收費水平 由現時的5號上升到1元 並取消對冰凍或冷凍食品 及已被非器物包裝完全包裹食品的豁免 外賣膳食雖然繼續獲得豁免 但有關商戶只能免費派發一個膠袋 上述修訂最快在今年第二季提交立法會審議 環保處表示 在立法正式生效前會設準備期 並推出實施優化措施的指引 讓零售業界和公眾做好準備 廚房有指疫情下市民增加外賣服務 同時亦增加積氣膠餐具的使用量 加上市面上有不同種類的非塑膠餐具替代品 延正考慮提早實施 管制積氣膠餐具計劃的首階段 環保處亦考慮 擴大積氣塑膠產品的管制範圍 包括膠袋布、手套、棄珠膠膜包裝等 並納入促進環保責任集項修訂條例草案 文件同時提及垃圾收費計劃 目標在2023年下半年 實施垃圾收費 在措施落實後的一段短時間 政府會向全港約290萬住宅住戶 提供免費的指定垃圾袋